好 接下来关心花莲市国府里国府街移动住宅9号下午是发生火灾 那么消防局获报出动大批的人车前往来灌救 先是在屋旁救出一位行动不便长者送一急救 而火势扑灭后进到屋中发现里头还有两个人在医疗床上已经被烧成浇湿 那么初步怀疑是一位失智老人烧东西所引起 确定起火原因警方还要深入调查 平房窗户还不断冒出阵阵浓烟 消防队员获报到场急着要救出受困在屋内的民众 花莲市的国府部落中午十分移动平房突然窜出浓烟 虽然消防队员短短二十分钟就扑灭火势 但还是造成两死一伤的悲剧 大打现场的时候 那里面已经前面燃烧我们破本进去的时候 发现里面有两人已经明显被烧成教室 另外一个我们救出来是沃卡的现象 目前送一纸秀当中 看到这个大哥走到厨房 然后他点了烟 然后我就起来 我就看我要走过去的房间 就是最里面那些整个铺花板是一起烧起来 火场调查人员初步调查发现 是一名患有失智症的老先生 用打火机烧蚂蚁的时候不小心 才会引发这起火警 房屋被烧毁 家人意外丧生 花莲市府立即出面安置市民 有一些家属的部分 那需要做一些安置的部分 我们请社导客的同仁来做相关的一个协助 那未来我们会做一些 慈爱基金的一个未助金的部分 那也希望能够让家属跟一些伤亡者 能够赶快的把后面的事情圆满的处理 由于起火平房过于老旧 又碰上火灾已经不堪居住 市府表示将会协助居民渡过难关 记者综合报道